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导 台湾能源稀少,再生能源发展这条路上十分艰辛 民国100年,台电公司成立了再生能源处 将隶属于各大电厂的风机、太阳能光电板集中管理 然而169支的风机各个都是完整的小电厂 再生能源处要如何分配人力维护保养 让风机的可用率年年冲出新高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风机维护人员的干苦谈 台电为了宣誓说我们重视再生能源的一个决心 所以在民国100年的8月1日的时候成立了再生能源处 当时我们就我们整个公司的策略 因为我们是台电公司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自主的一个技术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治愈说去 因为风机这个领域毕竟在之前台电的接触还是比较少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有自己来做一些维修 然后累积一些维修的经验 其实就是说在我们风机初期的时候 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说那个故障比较高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包括媒体民众他都有报道 甚至于说我们台电的风机是一个豪华的物件 都不会转 那会有这样子一个影响在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台电是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毕竟这个都是我们人民的纳税钱嘛 因为我们那个台湾是属于那个高温潮湿 然后我们风机大部分都立在海边嘛 所以我们另外还有一个风沙问题 那好在我们就是经过这几年 其实我们目前的这个这个营运的水准 其实是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那个水准 我们通常都是有值班人员 那24小时在进口这个风机的一种状况 那他一旦发现说风机有一个故障的时候 他会尝试着做一个富贵的动作 那如果说富贵不成功 他就会开出一个请修单 那交给我们现场维护部门来做处理 那我们通常都会在这段时间内 在天后许可的情况之下呢 就赶快到现场来做风机的维修 我现在在进行那个风速风向级的检查 因为现在有发现他那个转动不顺的情形 然后我现在我现在又上来 然后就是让他那个先润滑一下 让他那个转动顺畅一点 现在看起来好像又恢复正常了这样子 风机因为风机 他的上上下下毕竟不是那么方便啦 所以然后我们有一个 一个维修的压力在 所以我们通常就遇到一个故障 要去排除的时候 我通常就是在上面一直待到 整个故障结束之后才会下来 所以包括我们那个吃饭 喝水 甚至于说那个上厕所 都会在上面解决 上面又是很狭窄 然后又很高温 所以那个是非常辛苦的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明镜主任